Hello 大家好 我是鞋底 这个视频是用我最早的一部枸漆拍摄的 之所以用这个拍摄是有原因的 很多人问我的狗巴呢 我的狗巴现在有点难了 刚把这个枸漆打开 现在是这边时间5月6号中午的13点36分 看一下摆到这儿 好了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现在用这个枸漆拍摄 我的狗巴呢 我的狗巴真的是命运都喘呢 我早上就是醒来 然后工作视频剪辑完上传好 上传好以后呢我就心想今天休息休息嘛 刚到这个国家来就是去办上一张手机卡 再去买点吃的 这里可以做饭 这个想法都是挺好的 结果呢我就出去了 出去以后我这里啊 我住的这个小区啊 距离这个加勒福大概就是二点几公里 我呢早上就走了半个多小时过去 到了这个路上呢我就拍了点这个街景 知道没什么 就是到了加勒福了以后呢 我就说我就说了一句就是开箱机 就说哎这个公交车他们公交车其实蛮有意思的啊 就是就是那种画的画画绿绿的 我说这个公交车也蛮有意思的 往那个往这边走呢是市区 但是我今天不进市区 我要进这个加勒福 准备去采购点东西 顺便呢办上一张手机卡 结果呢我一进去 刚好呢他有个大门嘛 然后就有个门有个门位 一个保安就把我拦下来了 拦下来了就说就让我等等等等 然后又把相机关了 我等我啥意思 就帮我走 过一会儿呢又来了一个这个保安 他就说你跟我走 他就把我带到那边 有一个就是门位室了 一进门位室呢就把门一锁 这样子就一关 然后呢就让我坐在那 坐那以后呢就把我的 他不是把我相机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就说 你刚才拍什么了吗 我说我就拍了一个加勒福 然后他就说让我打开给他看一下 结果我打开 那个门位室里边那有两个拿枪的警察 就是传的是那个迷彩的那种当兵的那种服装的警察 他们也过来看 就说然后那个警察就说 哦哦这个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你的问题很大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就是从路上转个弯准备进加勒福 就拍上他们的那个保安了 就是门口有个保安 结果呢他就说你的问题很大怎么样呢 然后立马就拿出手铐了 直接拿出手铐了 然后就给我铐上了 铐上以后就让我坐下 然后就开始就说你这问题很大 然后他就又跟拿对讲机 然后又给他的什么商机回报 又这样子 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就是 那个胖胖的一个男的 还有一个女的也挺胖的 反正两个人应该是他们主管一样的 然后又检查我的 那两个人明显的穿着打扮 反正不是警察应该是就是那个加勒福里的工作人员 应该是 然后呢就直接先 就看我的那个视频 看完视频以后 我说这个没什么呀 我说我删掉就好了 他说不能删不能删 然后让我拿出我的护照 我说我给他护照一看 给他看Visa 我说我是个旅游的 就是到你们国家来旅行 他就说你没有老板吗 在哪工作 我说我是旅游的 我说我说职业就是旅游的 环球旅行的 然后呢 他就他就开始 然后我就假装就英语不太好 因为他们说英语真的好快的 最后呢 他就把我靠到那儿 然后呢 来来回回又有人走 结果他们也不怎么理我 他说你坐那儿就好了 知道了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过了一会儿 那个第一个把我靠着的那个人 就是我不是被手铐靠到那儿 坐在那儿 他就说你的问题很大 需要花很多的钱才能解决 我们需要很多的钱 我说我没有钱 他说那你就在这里坐着 等到明天早上 我们才把你放了 或者是或者是叫你们大使 中国大使馆 他说或者你叫你们中国大使馆的人 过来领就是拿着领人 我说我没有这个电话 我说我就是一个游客没有电话 然后给他看了一下我的手机 我说我没有这边电话 他他估计看到了我确实是没有网络以后呢 可能胆子就更大了知道 因为我的消息传不出去 是吧 然后呢他就把我的那个相机扣在那儿 又把我的护照拿着 拿着以后呢 就在那儿等 哎呀 我呢我就心想呢 我就心想呢 你要是我先开口 那肯定不行 那我就不想 我就不想开口多少钱 我就一直坐在那儿 反正就在那儿 你看你们都怎么着 就把我就是扣押的呢 就是手铐靠在那儿 靠着一个多小时 最后呢 他那个拿枪的那个人就过来 他就说 嗯 叫你的老板 给我们送两千元 他他知道人民币与元 两千元 Chinese money 就是肯定亚先令 还有什么 Jepinese money 什么的 就是不是不是日本钱 也不是肯定亚钱 是人民币 两千元 他跟我说的就是 to thousand 元 我说太贵了 我说太多了 我说我没有这个钱 我也没有老板 我说我只是个旅游的 他说那你继续在这儿坐着吧 我我坐在那儿又口渴 他们他们就是一直靠着 然后就过来一会儿呢 他就说你到底有多少钱 我说我我我第一层那个拉链 然后等下给你拿 哎 哎 我的那个 在这儿 我就是把这个包带上的 因为还好我 还好我知道这个国家的尿性 我这我这外 我这外 我就放了300线粒 就是三张500的线粒 因为我全是500的嘛 昨天要跟范哥换的 我就说我只有1500 然后他说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就是不够 他说这点钱根本就不够 他说你还有 还有一些说你非常有钱 我们看你的护照 你去了很多国家旅行 又说什么 你看你就去哪儿这样子 又说什么 他就这样翻嘛 你看 塞内加尔 牟尼塔尼 杜古门 就是他把我那个有贴纸签的 都看了他说 你看你都是三个国家的旅游签证 你非常有钱 怎么样子的 你怎么可能只带这点钱 最后就 我说我只有这么多钱 最后没办法 他就一直又又关着我 就又又又靠着 继续在那儿靠着做了 过来后呢他就说 你你你你把这个 让我把这个 拉链拉开 结果呢 没办法 这个拉链里头装的是 昨天跟范哥换的一万限利 结果他看到了 我就说 我只有这么多钱 没有别的钱 因为当时确实是 就这么多钱 然后呢他就他就说 这点钱不够的 要123456789 等等等等 因为因为那就是 500块钱是20张吗 是不是 他就说了个要100的 就要100张500的才行 我我说你疯了 最后他就把我那个钱全拿走了 就是来了一个那个就是加勒服的那个穿加勒服 就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是警察的工作人员 反正还带别人 就把我那个钱全拿走了 拿走以后两个几个人在那儿数 他们他们有四个人吗 两个穿军装的警察拿着枪 还有两个里头的工作人员 还有一个女的 就是一个胖的两个 一个胖的男的 一个胖的女的 那个数钱 然后那个穿军装的过时候又过来说 我 如果你现在打电话 或者是想办法叫你老板送钱 我们就把你放了 我说我没有老板 他说那你有银行卡吗 你可以去取钱 我说多少钱 他说你还需要sam 就是这还要这么多 就是还要一万 才把这个相机还给我 他说我再把这个相机 就是还给你 我说我手口还靠着 我就想他先出来吧 然后就装了 我手口还靠着 他说没问题 他就去问那个人 把钥匙给我拿过来 然后就给我开锁 开完以后呢 我说我还没 我说我口渴 当时他把我关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真的好口渴 一直在给你们解释 我真的是 最后呢我就说 我说没钱了 给我五百块钱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 就是传家乐夫工作人员的那个人 他拿着我的钱 是吧 然后呢他就我就说五百 不然的话 我说我要喝水 结果他就给我给了五百 我就买了一瓶可口可乐 最终就回来了 一万块钱呢 就被他们扣下来的九千五百 就回来了五百块钱 就是说是那个加勒夫 那个加勒夫顶楼有一个澳门餐厅 是吧 那边中国人 是中国人开的是吧 是中国人开的 一定要找中国人帮忙 好的好的 行行行 那我现在赶快走路过去 然后找中国人帮忙吧 看一下能不能帮忙 把他花点钱再要回来吧 那个相机 对 所以花点钱 他要一万的话 你应该英语好不好 英语一般呢 这个还好 他我就是他就一直磨磨磨 最后把我钱全部都搜出来 搜出来就全部扣下 拿走了 他就是看你的心来 他在欺负你而已 其实这种事情 他的情形现在就能解决 要了一万了还不放手 他问好多人吗 就两个警察 还有两个加勒夫的工作人员 一共四个人 哎呀 他们都要分钱了 对啊 他 对啊 他就说了 我本来只想给个一千多 他就说我们四个人呢 怎么够啊 这样子 那那个错 肯定你是有危险的 也是不占理的 估计他们也是不允许 他这样的地方 但是呢 就是他们接提发挥 就是敲诈你呢 要的多了 过分 我觉得你还是去澳门财经 是最正当 跟那边店主好好说一下 他们在里面做生意 估计跟美伟还熟一点 好的好的 行 那我现在过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好好行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这个事儿吧 他也不多 你要找使馆求救吧 这还 因为他一般笔记的事 这个事咋说 我就害怕 我就害怕他不认账了 知道吧 找使馆 官方来找使馆 他就把我那相机 直接就黑下来了 要不认账了 你要找官方有个问题 他就说你就是在非法的地方 对 谁知道他家乐福门口都不让 就家乐福都不让拍 不光家乐福不让拍的 整个肯尼亚的街拍都很要行 因为肯尼亚的外市地固太多了 你的家乐福是总统的产业 知道吧 家乐福总统的产业 好吧 对 对 对 我现在就害怕这一点 他下班 他把我相机拿回家了 真行 我再去找就不知道 真有可能 然后剩下的人都不认账 你就干 我们等下了 行的行的 好好好行 好 谢谢 好好行 我现在 澳门餐厅你看看能不能行 然后呢 他下班的路场里 经常有主观 好好好 行好 好谢谢你啊 谢谢你大哥啊 好 没事 好 我要再现场我就肯定去了 但我在国内实在是帮不着急啊 没事 我现在我现在先先先过去 好好好 好 我的话本身也联系了 那个就是昨天的老范他们 他们的话现在都在外边 然后就说你看能不能联系啊 也是说的那个上面有个中国餐厅 看一下能不能过去找一下中国人 我现在就带个手机 带个把这个带上 带上了装包里 真的是 口头都疼 好吧 先出门 我现在到了这个澳门餐厅 让跟老板再换点钱吧 老板你这WiFi密码多少 马卡270 都能了解 好好好 先连个网吧 这是12345678910 好行 那不是这个国家都不准 就换了一万 先去把相机盒回来吧 你那个什么 你像这种情况 你那个 就直接找他物业那头老板 哎呀我感觉 可以投诉一下 投诉一下他们就不 你如果按说习惯了用钱解决问题的话 后面你会很麻烦呢 现在问题就是我已经被他额了一万了 我就害怕我去找他 然后他就死咬着就说这里不能拍照 要没收这个相机 我的相机就3000 他可能可以没收相机的 他挺多 哎那我看着你把这个东西 你在我这边拍的东西 对我当时我也说杀了 结果他不让我杀 他就说要钱 你可以去物业投诉一下 然后在物业投诉之后 然后让物业的人帮你 这个是一个什么 搞回来了 拿回来了 收钱的就是物业的 他给打电话的 就把那个物业的一个胖子 还有一个女的 那个一个胖女的 一个胖男的 就叫过去 叫过去以后呢 我过去以后 他不是要一万吗 我给他给了 他说他就 他很有意思啊 他直接把一万藏了 藏了五张 藏了五张 还是藏了四张 自己装起来 然后他又还给我了 他说等到这个 他们领导来了 类似于就是 然后当着他的面 然后当着领导的面 然后把钱给他 然后领导就开箱子 把这个东西 从箱子里给我拿出来 那个物业去投诉他一下 就是物业的那个胖子 和那个胖女人 那个物业 这个 物业办公室那时候 物业办公室那时候 去投诉他一下 真的是实在是 对这个国家的人无奈了 楼下的那些 那些保安什么的都是他们外户的 对 你看 刚才他让我打开这个删照片 他们自己也在里头玩这个相机 他觉得这个相机挺好的 他也拍了点东西 拍了短的乱七八糟 十几秒几秒钟的 我就删掉了 删掉以后 我先这张卡留着吧 等以后有机会了 找个高手肯定能恢复 真是黑的 大哥我再换点 再换点钱 我刚才不敢换多了 我害怕他又收我包 再换个两 我看 再换多少 我都不知道换多少 再换个 再换个一万吧 50是不换化费 不换化费 不换化费 然后你可以直接让他单独给你充化费 好了 已经是 换了两万了 OK 没事 你这个钱好新 过后我再去办张手机卡 先休息会儿 我早上到现在 真的一直在被他们搞 他们把我就光 就是靠在那边 就靠了我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这些人真的是 对游客就往死里整 他看我是游客签证 就往死里搞 他问我有没有就是老板 报死 我说我是游客 没有老板 过来旅游的吗 对啊 然后他就觉得我 我就好欺负了 就往死里整 你就说你过来旅游的 然后你到那个物业去投诉 上面就对了 是吧 你去找你的大老板过 你先抬这些 我都不住冬天 我就叫你先去到 我对这个国家的这些人 已经是不带了 我主要是担心我的相机 我就害怕他不认账 你就是说物业老板 万一他一下班了以后 他把这个带回家 最后直接不认账 他们四个人 就两个拿枪的黑人保安 然后两个物业的 一个特别胖的 一个特别胖的男的 一个特别胖的女的 然后他们拿对讲机 吼过来 因为这个是装在柜子里头 有个铁皮柜子 然后开了钥匙以后拿给我 然后我又假模假样的 他让我把这个东西拿到以后 再给钱这样子 就给他钱 在这儿 手机 在肯尼亚大街上不要玩手机 很容易被抢的 说抢就抢 现在是4点21分 从早上到现在 没吃东西 刚才那商场打包了一个赛百威 所以花了500块钱吧 好处就是把这个机子要回来了 这张卡到时候拿出来 往上查一下如何恢复数据 他们那些警察自己在玩我这个机子 也拍了一些罪状 一个王八蛋 这个就是我昨天晚上找到的小区 还有个游泳池 但是现在天气比较冷 应该没有人玩 肯尼亚的天还是不错 天有多蓝 这个警察的心有多黑 昨天还说运气好 结果今儿个运气就跌到谷底 一下子损失1200块钱人民币 哎呦真的好累 我现在走路啊 走的就有点虚了 刚才那个澳门餐厅那个大科呢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 因为他那边其实也不是专业换钱的地方呢 也给我换了 差不多2万 还有就是 他本身建议我去物业报什么的 没有用的 我就觉得吧 因为本身黑我钱的就是物业的人 还有加拿枪的警察 所以说现在1200块钱 说明就没 回来了 哎呦真的好累啊 我住在这已经不安全了 因为那些警察和保安他们玩过我的那个相机 然后早上我拍过这个小区还有我的房子的照片 视频 所以说我们今天绝对要换地方住了 本来还想在这儿住上 三五天呐 这个国家什么都不能相信 我已经很小心了 你看我出门 所以说 看周园上 想要收到 我 现在哪天我的 牙子里面是在这儿 我估计 他在欧原里今天 让他再看到的话 他们肯定也会脱出这些墙子 他们也不会认账的 然后飞料子 哎 先这个行方这儿 藏起 太难了 哎 今天呢 真的是 然后我这儿有个 安博water 最后不是找那个大哥 我们饭店大哥 又换了一万吗 去花了三千多块钱办了个手机卡 现在我有这个手机卡 哎 在那个排队 那办的比较快 卡的话是五十块钱 非常便宜 至少是比埃及 要诚实一点的那个营业厅 还有 充了三千块钱的那个就是流量 就二十五个G 三千限令 然后又二百块钱的花费 这样子 四G信号还不错 这样算下来的话 加近一百块钱吧 总共花了二十五个G 还能扛得住 要上传视频啊干什么的话 唯独就是真的我饿的都不行了 我过去就被 就被抓了 然后靠在那 我要去营业地方坐 他也不让他就让我坐在那个太阳底下 就那个靠窗户呢 他就让我一直晒 然后我就说我要喝水他不给 他故意的吧 然后就最后我就心想了 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扣一个中国人吧 然后他就说你要是不给钱 我会把你关到明天早上 因为他知道我没有那个手机信号 所以说我也无所谓 那么最后我不是把钱给他了 嗯 然后那个 都靠我的那个人就说 哎呀 嗯 我跟你说 当时我这个心情啊 我真的是 千万匹草泥马甲大象我都是 都都期待不出去 然后 他还 他我刚才给了一万 就是十张一千的 他数了一下 自己兜里真的是放了四五百 他又给我给了一部分 他说 等那个人来了 给我开箱子 然后再把当着他的面 当着他们的面把钱给他 他自己要黑 那两个当兵呢 要黑几百块钱 他们当着我的面 这样的分赃 特别恶心 你要说这样的事 你要说这样的事 哎呀真的是 这辈子遇见几次 真的就够累的 因为我现在对这个国家真的 提不起任何兴趣 我今天刚就是回来 走路回来 我看到 看他们这些人 又是这路边知情的警察 我真的是 无奈 嗯 我现在想到 下明天换个地方住 换个换到市里更安全点 我这边一百四 我换个换个贵点的 在黑非洲不能穷有的 因为穷有你会被搞死的 哎呀 哼 啥都经历过 上一次在那个塞尼加尔 进塞尼加尔 他们他们欺负我是个七次行车的 不让我上船 所以就说中国 所以就说中国 给我们两个警察一人一百美金 才能让我上船 不然的话 就拒绝我如今 那边就被黑了两百多美金 今天 within肯尼亚 又被黑了一千二百百块钱人民币 差不多是两百美金 哇 债那两万先生令 哎呀都尼玛的是故事啊 就要事故啊 这辈子第一次还被警察靠 真的是搞笑 就是什么到这儿折祸 拜拜